热点时评 美国之音 国事光息特约评论 不懂两手论就看不透习近平访美 作者 吴国光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 吴国光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 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 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习近平这次访美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对美政策的大调整 是不是意味着美中关系的新转折 会不会带来习近平所说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甚至于像中文圈里正在流传的 据说是习近平弟弟习远平的一篇短短谈话所示 是不是预示着习近平将从大左转向大右 接下来会开启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直把中国带入新闻舆论放开 视线普选 司法办独立的民主化转型起步阶段呢 这篇短文难以详尽回答上述问题 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就此提出一个总的思路 那就是这要到中共的两手论中去寻找答案 又打又谈是中共一贯两手策略 所谓两手论起源于毛泽东的中共在战争年代的做法 按照毛本人的说法 那就是在战争中与敌人又打又谈 打就是打仗 也就是对立与斗争 谈就是谈判 或者叫妥协和欺骗 毛把这称为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在战争中实施革命的两手的原则 就是以战场上的胜利争取谈判桌上的优势 并以谈判桌上的技巧争取战场上的时间和机遇 对毛来说 斗争是根本的 但斗争中要有灵活性才能取胜 因此 毛强调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 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须的灵活性 1949年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之后 直接把两手论应用到了对美关系上 毛泽东多次讲 对美帝国主义在战略上和整体上要轻视它 而在战术上和局部上则要重视它 轻视它 也就是今天习近平所重复的毛的话要敢于斗争 重视它 那也就是毛在1958年9月讲过的意思 在完全打倒美帝这只老虎之前 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 还能咬人 因此 打老虎要讲究全法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过上述说法 他提出 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两条腿走路 一条是坚决反抗 另一条就是开会谈判 在毛看来 美帝也是两条腿在走路 一条是压迫 一条是欺骗 毛泽东说 要打败美国人 就要跟美国人学 人们都说 习近平在政治上是毛泽东的儿子 不过 很多人却不知道 毛泽东是很善于搞两面手法的 因此 也就容易忽略习近平会从毛泽东那里学来所谓两手论 如果不懂两手论 从习近平访美之中就往往只看到所谓转折 这几年习近平不是大讲斗争吗 现在他飞到美国来 与美国总统握手言欢不说 还讲了一大通合作之类的美妙言词 这岂不就是从斗争转折到合作了 但是习近平的斗争论本就是来自毛泽东的 有什么理由就可以认为他不会学习毛所谓 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那一套东西呢 毛的谈判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也叫欺骗 是服务于他的斗争的 不过是斗争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难道习近平的对美谈判就不是欺骗 就不再斗争 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原来的对美政策吗 灵活性是服务于中共权力垄断的 如果说在中共寻求谈判与妥协的时候 能够认识到 这不过是中共斗争策略的调整 不被其欺骗 还仅仅是一个骑马的认识 那么要分析中共在什么问题上 在什么时候会坚持对立与斗争 在什么形式下 在什么事情上 却需要谈判与欺骗 这就是一个政治智慧的问题了 这既考验中共领袖的政治智慧 也挑战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政治智慧 其实 毛泽东对此也给出了解答 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 为了实现原则性而采取的灵活性 则是无所不可的 作为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政治智慧 应该就来源于理解中共的原则性何在 来源于懂得中共为了这种根本原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美中关系在出现近年的低潮之前 最大特点是双方在经济上高度互赖 那么在这种深度经济关联中捍卫中国的经济利益 是不是中共对美政策的原则性所在呢 我看不是 恰恰相反 这是中共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区域 根据这个判断 我在去年这个时候曾经说过 中共是不愿意和美国在经济上脱钩的 这个话当初也许没人相信 还好 中国新总理李强对此有呼应 今年三月 李强在就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 批评脱钩论说 中美两国脱钩的论调有时候还比较热 但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在这种炒作中真正受益 中美经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彼此都从对方的发展当中受益 中美可以合作 中美应该合作 中美合作大有可为 唯独打压对谁都没有好处 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重复了这样的说法 今天听来 李强这段话 是不是和习近平这次访美时说的很多话一脉相承呢 如果有人幼稚地认为 这是习近平终于接受了李强的看法 那也悉听尊便 我要说的是 中共要借助美国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 这个是中共可以千方百计去做的 只要不威胁中共的权力垄断地位 而维持这种地位就是中共的原则性所在 当中共拥抱全球化来发展经济时 就认为中共放弃了那一原则性 那在我看来是最大的政治愚蠢 懂得了中共这个最大的原则性 像那些什么借用习远平名头的传言 就更是不必在意了 这也是这些年的新发展 明明垄断着舆论工具的中共 知道自己的官方说法缺少信用 于是转而借用一些不上台面的手法 搞舆论上的小动作 似乎拿准了国人就愿意相信小动作似的 所谓的习远平谈话 如果真是习近平的意思 中共不妨拿出前一段九评中美关系的劲头来 就此写上九篇评论员文章 连续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 不就把习家兄弟到底是毛泽东的儿子 还是习仲勋的儿子这个疑问说清楚了吗 全文完 全文完